连接鹰哥中湖里东湖里至桃源龟山的中湖外环道 日前举行开工典礼 由于中湖街是当地通往桃源龟山的唯一连外道路 但这路段只有六米宽 造成严重交通拥塞 如今市府将开辟一条通往龟山的外环道 且预计明年底完工 中湖里长游招兵及临近的居民都非常开心 以后不必再受到大货车威胁 这个外环道真的对我们中湖里跟东湖里两个里 这个因为出入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中湖街很窄小 差不多不到三四米宽 大卡车从处子坑龟山那个地方来的相当的多 又面临我们学校门口 学校门口是一个我们学生出入口的地方 我们上下学的地方 非常的危险 上下班也经过我们中湖街 中湖街那个地方也非常的窄小 所以说我们这条外环道 能由黄志雄跟我们争取这个外环道 我们苏议员跟我们争取这个外环道 所以以后我们上下班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大卡车也出入工厂出入也从这个地方 所以对我们中湖里的一些保障 财产保障也相当的不错 英哥中湖里东湖里到桃园归山 中湖街是主要道路 但因道路狭窄 常发生大车与小车争道的情形 相当危险 而且中湖街上又有中湖国小 除了学生上下课时容易交通 兇色之外 也常有车祸意外发生 因此协助向中央争取经费的 立法委员黄志雄 要求施工单位要尽早完工 让当地居民不必再忍受 兇色的交通及安全的威胁 其实在几年前 陆陆续续都有发生 就是说在中湖街 因为卡车或大货车去撞伤 这个小朋友或者年轻朋友 或者一些乡亲的一些事故发生 所以媒体常来报导 很多的乡亲也一直期待说 我们的外环道能够去开辟 但这几年一直没办法去找到 一个适当的裁员 那我们在去年很不容易的 跟中央要的钱 那编入了预算 今年才开始进行 征收规划设计 那我想中湖外环道通车之后 对孩子的安全 乡亲的安全有很大很大的保障 因为毕竟中湖街它非常的狭小 那现阶段它必须要跟大卡车跟货车去征道 所以呢造成的伤害是我们没办法去弥补的 所以我也拜托所有的施工单位 能够早日完工通车 早一天是一天 早一个月是一个月 我想能够减少伤亡或这样受伤的几率 我们能够把它降到最低 我想这是我们一直期待努力的 公务局表示 中湖外环道工程将分为两段 由大湖路起至衔接中湖街的路段 将沿应割西兴建 配置10米宽的双向混合车道 及2米宽的单侧人行道 外环道与中湖路的连接道 则是8米宽的双向混合车道 外环道完工后 中湖外环道不仅能分流中湖街的车流量 解决中湖街交通拥塞情形 更维护临近中湖国小学生上下课的交通安全 警铃英割西的主路段 也将提升英割西河岸景观 提供民众休闲 有气赏景的新景点 中佳新闻 吴沛山 沈金华 英割报导